BNO visa 都出了一年 其实很多人都说过 我最近都用BNO visa 准备一个人出发去英国 但发觉申请的时候 原来都从上网看的那些 已经有少少出入 这条片都想说一说有什么不同 或者是准备出发英国之前 一个checklist 或者插考我这个流程 可以给你做个插考 Hello 大家好 我是Timothy 今天就讲一讲 我申请BNO visa 的流程和准备了什么 首先就讲申请BNO visa 在YouTube 网上 都很多step by step 我觉得大家申请的时候 都可以真的跟着来做 因为很多东西要填 如果填错了 真的有机会影响批车的结果或者时间 那都很烦 不过都想说一下 我申请的时候 原来已经很多问题都不同了 例如所在位置 已经没有Hong Kong 那你一定要选择 一定要选择 那如果有些朋友 可能想看回 2023年的版本是如何 那我都可以安静一静 这个BNO visa 加上可能疫情过了 那现在英国批核呢 就很快了 那现在我也是三天就批了 那我们现在可以讲一讲 大家最多移民的文件那方面 那有一项文件 那他就要看回 之前过往的旅游记录 那我其实呢 我自己就很难 就弄回 其实都是两三年的记录 就是之前去过英国 日本 就拍回给他了 但如果压力也是担心 那其实整本都给他了 那一定是没错的 那其实都要看回 之前的签证 那些国家 是否批准的 他申请BNO visa 是要做一个DB test 的 废记核测试 那如果没有做 那一定不批 香港就有五个 英国指定的 医务集团 做这个废记核测试 那我自己呢 就在联合那里做的 那我要做一个 出国签证的体验 那就可以在网上预约先的 那是国家 那选回UK 那现在呢 就不是之前疫情感的 那很多时间的了 那其实呢 提早一个星期 预约都很多时间 可以给你选 那填一些 个人资料 那都是那些 中文名 英文名 那英国地址呢 如果没有 那写NA都无所谓 那过往的健康记录 有没有做过 那照填都无所谓 那这里就最紧要 你们的文件 身份证 这些图片 和一件证件上 因为呢 小龟一样呢 他应该都可能不给你做的 因为他都给不到资料 英国那边 那就一定要大齐了 那价钱方面呢 都是一千元 那都公价 其实每个都一样 那联合呢 我都是两个工作天 那他批出报告给我 那我就可以用这张 来申请B&O Visa 那申请B&O Visa 那申请B&O Visa 另一样需要提交的文件 就是财力证明 那证明到 你和家人 是有能力在UK 生活6个月的 那有什么文件呢 那就包括 包括银行的出租户口 自雇收入证明 出租的收入证明 家人或者朋友提供的金钱support 或者他们提供的住所 那这些文件呢 是可以提交多于一份的 但是要注意 这些文件呢 都要在一个月之内 那我自己呢 那我自己呢 就大30万的 那就是用IB来抢钱 那秘回到香港的汇丰 再过去UK的汇丰 那我之后弄回杂 是关于这个内容的 那课文方面呢 那我自己就用香港邮政的 那香港邮政呢 那它有分电子报关 和收射先的 那其实都要报的 那我用电子报关 那填回去的目的地 那英国 那我自己呢 那我自己呢 就用回它的箱 那就不用烦了 那就用回M1 M2 M3 M4 那M4呢 就最大的了 那填回重量 那大约可以了 因为去到呢 都会再磅一次的 那我 那我有三个选 那特快空油 那上面那两个 飞机就快一点的 那贵很多 那我就用平油 那搭船的 那会便宜很多 但是那个时间 你预计到 都起码两三个月 那要 但是记住 就 因为船 那就有机会潮湿 那就要保护好些 那要放些防潮猪猪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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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回一些资料 这些要不要打错 因为你可以用这些资料 来查询货在哪里 记住违禁品就一定不记得 有什么违禁品呢 当然那些毒品那些一定不行 含有电池的东西就不行 食物含有猪肉就一定不行 这些就要小心一点 这里选择你要记的东西 是什么种类 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选择 例如说要二手三 你打回二手三它也会有的 就算可能你说是PS4 它也会有的 那你也要写下价值 你的重量 那价值呢 其实你随意打回折旧的率就可以了 不要打回原价 因为你打回原价 你过了那个价钱 你会有机会被人收税 都市传说 加上整件货 过了1200元 通常它都会查询 有机会收回你的关税 那么尽量低一个就OK的了 去完价那张收据就不要丢了 那拿回收据 和你打回你的资料呢 那其实可以上网查回你的位置 在哪里的货文 那接着呢就讲讲清水 如果你拼了在辞职 很快离开香港过去应该呢 那你就要快点交了 清水呢 就是你决定离开香港 那要提早交税 那你是需要在离职的时候 跟公司讲 你将会离开香港打算移民 那你公司就会扣起 最后一期两 那你要清好税 它们才会给你 那你间公司呢 会向税局 就是交了一份IR56G的表格 那你就可以拿着这份副本 和美期的量单 去水谷教的了 那2023年最大转变 就是税务大楼已经搬了去契特了 那千万不要去错了 那你要平税呢 那其实你是要知道 你在平税组是哪里做的 是的 那其实呢 上网就很多说 如果之前去一楼的中央水民署要问 那其实现在就不用的 那你打回去中央电话的水民署 先问了 那问完呢 那你去税局呢 就直接上去就可以了 那上到去呢 那些职员就会和你对齐那些文件 那如果你有面税的那些文件呢 那都要带上去的 就是例如你捐钱啦 公用小朋友妹妹 那不是你都要后补回这些文件的 那这样就会给回报税表 那填完给回去就可以了 那整个国籍呢 都是半个小时 那我自己呢 就一个星期后呢 那他就会出一张税蛋给我交税的了 那拿着税蛋呢 那他就可以去回四楼那里 拿回一张同意式款书 那拿完同意式款书呢 给回公司呢 那就可以出发个美両给你了 那香港车牌呢 如果用B&O Visa呢 那其实呢 头一年呢 都可以继续在英国 拿香港车牌来炸车的 但都有一份文件 駕駛执照细节证明书的 那要有什么用呢 那其实到部大约半年左右呢 那就可以拿香港车牌呢 和这份证明书呢 向英国运输部 就可以申请到英国的车牌了 那之后就要说电话卡了 那在英国有间公司呢 叫GIFGAM 可以免费寄SIM卡来香港的 那有全职卡和愿快的PAN 那你一到部呢 就可以立刻用了 就是可能看地图啊 或者联络人都可以立刻用到 或者可以去鸭寮街 或者买SIM卡的店铺 但留意呢 看看去之前呢 是不是学会通了 因为我之前学会通了 是试过不可以的 那还要保留香港的号码 因为要送SMS呢 例如有些银行服务啊 那些最便宜的PAN就可以了 但都要问一问 那一间公司呢 在境外会不会收到SMS 或者会不会有另外收费呢 那机票这方面呢 那都不用担心的了 那疫情都过了啦 那其实现在都很多班次 那可能贵一点点啦 那其实都差不多了 没说到差很远 那到部通常都租AMBNB的 因为当地人呢 租屋呢 都要见一见你 证明你呢 交到租或者有正当职业 那在头一个月啦 那如果你去英国之前呢 没租到屋 或者找不到朋友投靠 其实都可以先租AMBNB的 那其实现在呢 英国都很多华人东西啦 那加上网络方面呢 那只是找不找到而已 还有是不是呢 你用开那类型 那这方面呢 我看看大家有没有需要啦 或者如果有时间呢 都拍一集 是说关于有什么要带去英国啦 最后你都看到最后 我都相信你都会有心 或者有兴趣移民 希望这条片可以帮到你 令你知道你不是只有一个人 可以令你不要这么疲惘啦 欢迎收看这条片啦